吴尼朗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现在开始带您来关心疫情的最新消息 花莲新增了确诊607例 卫生局长在防疫记者会上表示 疫情是往下降的 朝着稳定趋缓的迹象 接下来迎接的花莲各大的活动 民众要做好自我防疫的工作 花莲新增确诊607例 卫生局长朱家强表示 确诊分析以7日平均线来看 疫情是往下降的 而医院防疫发烧门诊一样有设立 在各医院的急诊室旁 方便民众来看诊 就今天来讲 我们的新的确诊个案人数是607人 那直到目前为止 累计的病例数有63,061人 那目前呢 还有75人在住院 那居家照顾的人数 大概只剩下493人 花莲确诊的趋势来分析 可以发现到 从我们的最高点在5月28号 那是在7日平均线最高点之后 就逐渐一直往下缓降中 目前也达到一个缓降的平原 不过还是逐渐缓降 那在我们的7月1号当天 我们的7日平均确诊人数 已经低于600人 所以整体来讲 整个趋势都是一直在往稳定下降的一个方向去进行中 那还有西城乡 吉安乡 跟万龙乡 浊西乡 跟玉里镇 这六个乡镇 六个乡镇市 那六个乡镇 它们的这个人口占比 确诊数人口占比 是高于我们的这个花莲县的平均数 大概是20以上 那但是呢 其实跟上一周比较起来 其实我们上一周的整个增加的比例是1.3% 上上周是1.3% 那这周掉到1.2% 所以整体来讲 其实增加的比例 速度也在减缓中 微商区长周证人员表示 7月份和8月份都有花莲新政府办理的许多大型活动 7月9号到7月13号的夏令江年华 旅坛的红明牙放暑假 7月22号到24号三天的原住民主联合风年节 以及7月16号到8月16号的众股客运气活动 也请乡亲游客戴口罩 量体温 请洗手 做好防疫的措施 也希望大家能够玩得愉快 记得终于华师伯老